针对香港在星期五展开的 要求政治改革的民间公投 中国当局在星期五的下午 强硬地表示 这项公投是非法的 中国国务院港澳办公室发言人说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 进行任何形式的所谓公投 都没有宪法的依据 是非法的 也是无效的 由香港占领中环运动 委托进行的民间全民投票 在星期五的中午正式展开 那么根据估计 目前的投票人数 已经超过了十万人 这场香港和平占领中环的 全民投票在今天中午正式启动 这场行动它的主要目的 是香港的民众要求中国政府 来实现特首普选的承诺 那么刚刚我们也报道了 目前投票人数已经超过了十万人 包括了香港政府 还有北京当局 都对这场全民投票 表达了反对的立场 那么香港各界对此反应又是如何呢 占领中环的行动会不会受到影响呢 美国之音记者海燕 她目前仍在中环的蓝桂坊 现场呢 现在正在进行的是一场 用歌声占领中环的活动 我们下面就请海燕 来介绍一下目前的最新情况 海燕 主持人您好 我现在是在香港的中心地带 也就是中环蓝桂坊的入口处 目前呢 这个用歌声占领中环 宣传鼓励市民 出来投票的活动呢 因为现在太早 还没有开始 不过呢 在今天的上午 中午 离我这里 大概有200 300米的 渣打公园呢 这个香港占领中环运动 发起的 从今天开始的全民投票呢 进行了正式的启动礼 而且呢 有提天前 有数千人参加的 一行征服选 就是在香港18个区步行 每天12个小时 进行宣传这个全民公投投票 这个活动呢 今天他们有200多人 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步行 也加入到 这个渣打公园的 这个仪式 他们在这个当时的现场 进行了宣誓 适施的仪式 今天香港公民投票呢 尤其是电子公投 现在今天中午12点以后 正式开始 是 那么海燕 刚刚你也提到了 这场投票 实际上它为期是10天 今天是第一天展开 那么今天的主要亮点在哪里 另外我们也看到了 在这个星期 这个有关于全民投票的电子网站 遭到了黑客的清晰 那目前整个系统的运作情况是如何呢 对 就几天以前在香港大学民意研究中心计划 也就是受和平占领中环委托 进行这次全民投票活动的机构呢 他们在试运行 就是让市民进行事先的登记的时候呢 整个系统遭到了 按他们所说的是国家级的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袭击 他们有一个域名的伺服器呢 在20小时内就受到了100个亿的系统查询的攻击 几乎导致整个系统瘫痪 所以其中有两个服务商呢 为此退出 但是剩下的一个服务商呢 加大了这个他们服务器的抵抗能力 而且香港和平战中呢 也聘请了另外一个他们说的世界级的 私服器服务商呢作为备用 一旦现在这个投票系统瘫痪以后呢 立即转服务商 到今天下午为止呢 最五点 我说到一个和平战中的一个电邮 他们最新的投票的人数呢 是已经超过了20万 就是从12点开始到5点已经超过20万 但是目前呢 我刚才一直在联系战中秘书处 设法得到最新的这个数字 但是目前没法得到 是海燕 那么持续我们再来看看就是 我们看到北京的反应了 北京说这场全民投票是非法 是无效的 说香港并没有权力来进行公投 那么战中运动的这些发起人 他们又是如何来看待北京的反应呢 那么接下来 他们可能会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回应 我今天下午跟五点多的时候 跟和平战中发起人之一的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陈建民教授呢 进行了沟通 他表示呢 这个国务院搞贸办发言人的这个说法呢 是非常可笑的 他认为他们民间有权 而且也在法律的现行之内呢 搞全民的民意公投 而且他们说 他们不是迫使政府要接受这个 只是要让政府知道 香港的民意到底是什么样子 也就是说香港的民意追求的是 有真正意义的 真正的真普选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这次海燕在香港中环的蓝桂坊现场 为我们所做的报道 我们知道在未来几天呢 我们也将持续的为您来追踪这场香港全民投票 它的新进展 还有即将到来的香港七一大游行 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们登入美国精英中文网 来发表看法或评论 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